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二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拜登与特朗普的首次总统辩论所引发的全球反应 这场辩论不仅曝露了两位候选人对美国和全球政策的不同看法 更揭示了拜登表现的失常 引发了盟友们的忧虑和评论家的批评 拜登的表现让人质疑他是否适合继续竞选 而特朗普则以他的夸张言论引发了更多关注 各国媒体和评论家都对这场辩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从中国的嘲笑到欧洲的警惕 无不反映出这场辩论对全球政治局势的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辩论 全球的焦虑与观察 在一场备受全球瞩目的辩论中 美国总统乔 拜登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首次正面交锋 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惊讶不已 这场辩论不仅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激烈角逐 也是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一次重要解释 香港的Yahoo US报导指出 这两位候选人对于如何应对全球挑战 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然而辩论的焦点却被拜登的表现吸引了过去 在这场辩论中 拜登的表现成了全球媒体的主要讨论点 他的声音沙哑 言辞似乎略显模糊 这引发了不少盟友的担忧 中国民族主义评论员胡锡进在X 前Twitter上讽刺地说 这两位老人的低质量表现 是对西方民主的一个负面广告 他认为 辩论中充斥着人身攻击和记忆模糊 对中国观众来说更像是一场娱乐节目 在欧洲 媒体的语调同样不乐观 以色列自由派报纸 哈雷茨形容这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拜登 病态的特朗普的对决 而德国 民进 杂志则以总统崩溃了作为标题 英国小报 太阳报 更是在其网站的顶部用一个词概括了整场辩论 瞧 麻木了 印度也是对这场辩论密切关注的地区之一 德里智库Imagindia研究所所长罗宾德 萨赫德夫告诉NBC新闻 拜登低沉的声音 沙哑和漫无目的失去了说服印度观众的机会 他认为 拜登未能有效地传达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战略方向 这对于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英国前驻美大使经 达罗克在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 拜登现在很难看到他会赢 他应该在这次历史性糟糕的表现后退位 达罗克认为 特朗普的表现虽然同样不佳 但至少是流利而自信的胡言乱语 而非结结巴巴 失去思路的表现 拜登在总统任其内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特别是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然而 特朗普则主张美国因更多的关注国内问题 并对专制领导人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钦佩 在辩论中 拜登猛烈抨击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 指出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 将会血减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可能会助长普京的领土野心 特朗普则认为 拜登的外交政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并表示他如果当选 将在当选总统前解决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战争 但他并未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在谈到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时 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提供了过多的支持 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拜登则坚持认为 普京的目标是重建苏联帝国 血减对乌克兰的支持会让普京的野心更加肆无忌惮 克里姆林宫对这场辩论持冷淡态度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没有观看辩论 并重申俄罗斯不会干涉美国选举活动 然而 西方情报机构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干涉美国的内政 在以色列问题上 特朗普声称 如果他是总统 以色列永远不会被入侵 并批评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够 拜登则反驳说 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所有他们需要的武器 唯一的例外是2000磅的炸弹 因为这些炸弹在人口密集地区效果不佳 会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全球观众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两位候选人 对各个国际问题的立场 更是他们在辩论中的表现 是否能够反映出他们担任总统的能力 这场辩论让许多盟友感到不安 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 可能会对美国的国际关系产生深渊影响 拜登的表现引发的担忧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周期的首次电视辩论中 乔 拜登与唐纳德 特朗普的表现让一些美国的外国盟友 开始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当选总统 81岁的拜登声音沙哑 显得虚弱 甚至在讲话时有几次语无伦次 这让78岁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得以嘲笑 我真的不知道他那句话的结尾说了什么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 白宫后来表示 拜登只是感冒了 但他也错过了多次机会 未能追究特朗普最近的刑事定罪 和他在2017年至2021年任期内的混乱记录 虽然拜登在90分钟的辩论后半段有所回声 攻击了这位亿万富翁商人的肮脏个人历史 和他对军队的傻瓜和失败者言论 但总体来说 拜登的表现让他的民主党同僚陷入深深的恐慌 一些人甚至公开猜测是否应该换掉他作为党的提名人 海外观众中 前英国驻美大使经达罗克勋爵在BBC Radio 4的 《今日》节目中表示 乔 拜登应该让位 这是一场历史性糟糕的表现 他的声音听不清 语无伦次 几次失去思路 他认为拜登的一些回答根本没有意义 那句我们打败了医疗保险在现在到选举之间会被重复一千次 他应该退下 现在很难看到他会赢 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接受BBC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对拜登感到担忧 他谨慎地回答 我现在手头上有我们自己的选举活动要处理 英美之间的关系是强大的 是历史性的 显然 他超越了个人 在欧洲和中东 许多人会担心心一届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的影响 克里姆林宫拒绝评论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拒绝对拜登在辩论中警告俄罗斯总统可能会在占领基辅后 进攻波兰和其他北约盟国的言论作出回应 一位西方外交官对Politico表示 他们在辩论中发现了特朗普的巨大谎言 但补充说 另一方面至少我们能理解他在说什么 也许我们正在见证一个转折点 CNN因为能在辩论期间进行实时事实核查而受到批评 但其专家丹尼尔 戴尔随后记录了特朗普至少30个误导性陈述 而拜登只有9个 国际上 这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看的场面 冒着说明显的风险 另一位外交官对Politico说 外交政策的辩论很浅薄 拜登无法陈述他的立场 而特朗普则夸大其词 第三位外交官说 前日本外交官公加邦彦 现为佳能全球研究所的研究主任 对美联社表示 特朗普没有赢 但拜登可能已经崩溃了 与8年前不同 我们现在准备得更充分 其他欧洲和亚洲盟友也是如此 但特朗普仍然是不可预测的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对来自亚洲的经济竞争 采取了强硬立场 与中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 周四晚上的这场辩论 让首尔美利兹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 李斯蒂芬预见到一场复兴 特朗普像个贸易战狂人 不仅可能针对中国 还可能在美国例外主义的概念下 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他说 在澳大利亚 悉尼美国研究中心的彼得 迪恩教授总结道 今天的压倒性感觉是 这对拜登来说是一场灾难 辩论后的气氛发生了显著变化 普遍的看法是 如果你还没有为特朗普2.0做准备 那么现在是明智的行动 西方世界的威胁 拜登的挑战 Telegraph报道指出 英国因缺乏有能力的政治家治理国家而面临挑战 但昨晚瞧 拜登与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让全世界都为之担忧 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领袖 在经过数天准备后 仍然难以连贯地说出一句话 这丈夫拉基米尔 普京和其他专制领导人看到了西方的弱点 拜登的糟糕表现似乎更多反映出 他对高尔夫球场的兴趣 而非白宫的责任 在这个西方世界处于下一次世界大战边缘的时刻 拜登的表现令人担忧 普京正在威胁和战争 他的手似乎悬在红色按钮上 俄罗斯 朝鲜 伊朗和中国的专制国家轴心正在巩固 而美国在军事力量上远远超过这些国家 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警察 在这个越来越紧张和危险的时刻 拜登的表现让人不安 至少当我们有混乱的利兹 特拉斯作为总司令时 他的任期是短暂的 然而 美国的选择是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候选人 这让人不禁要问 这真的是美国最好的选择吗 这个拥有如此多人才的国家 为何会将煽动者和虚弱者列在选票上 哈米什 德 布雷顿 戈登上校在 Telegraph 上写道 我们应该让拜登和特朗普去打高尔夫球 让下一代来治理世界 普京正在威胁和战争 美国的领导力显得至关重要 但拜登的表现却令人担忧 全球的反应与未来的挑战 这场辩论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拜登的表现让一些美国的外国盟友开始担心 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当选总统 这对于国际关系和全球稳定可能带来不确定性 无论是欧洲 亚洲还是中东 许多人都在观察这场辩论 并担心他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未来 美国的选举结果将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的当选 都将对国际关系 经济政策和全球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观众密切关注这场辩论 期待看到美国下一步的动向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部分 也是全球政治的一部分 拜登和特朗普的表现 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和地位 全球观众期望看到一个强大 有能力的美国领导者 能够带领世界走向稳定和繁荣 然而 这场辩论的结果 却让人们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担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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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挥微信息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Politics, science, sports and art Every story plays its part Global voices, voices near Every headline loud and clear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The story is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stories are full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crolling,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stories are full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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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Uh-ları Uh- matters Uhh-